欢迎收看本周国际plus欧洲观察 我是张雨昕 本周加入我们的是珍宜 欢迎珍宜 雨昕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同样我们要从乌尔开始 在乌克兰这边 我觉得这个泽伦斯基大张旗鼓跟大家说 似乎是他认为在能源上 他们是找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案 对因为最近这个之前 之前的话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能源设施 动不动就断电 对动 然后又刚好是天气很冷的时候 这样子真的是人民很难过下去 但是他们最近有个状况不错 就是他们电网的抢修的这个进度 好像不错 对因为他2月11号的时候 俄罗斯是发动了100多枚的飞弹 20次的轰炸 12次的空袭 针对6个州 不过这6个州没有完全停摆 有3个州很幸运的 他说11 12号这两天 没有太多的停电 还蛮顺利的 我觉得是其实他们的这个 那种基础设施的工作人员 相当辛苦 不是说只有在前线打仗的士兵 对 尤其是这一次俄罗斯 你看离这个224 对 开战满一周年 其实剩大概10天而已 没错 那而且很多的这个说 俄罗斯还要再继续 可能在这个224的前夕 还要再加大攻击的这种 这个声量一直不断的出现 消息出现 这一次这6个州啊 比较特别的是 大家以前关注的是乌冬的前线嘛 但这6个州 其实都是离前线蛮远的地方 也是被攻击的 那攻击的是民间基础设施啦 不过俄罗斯方面自然不是这样说的 呃他们每次都说 我们没有要攻击平民 然后可是死伤的照片啊什么的都还是平民 我们没有要攻击医院 但是医院就被炸毁了 对他就是说这些电力设施跟民生没有关系啦 他们是这样子称呼的啦 对那另外在俄罗斯的部分呢 现在居然有个国家对他递出橄榄枝 而且还是这个西欧的国家 是谁呢 好像是奥地利 所以不是我们印象中的 比如说瑞士是奥地利 对那奥地利为什么会对他递出橄榄枝呢 主要啊还是因为这个欧洲安全合作组织 就是OSCE呢 他的秘书处就设在维也纳 是奥地利的首都 然后这个组织很特别哦 他是唯一哦 包含所有欧洲国家的一个组织 所以他是蛮重要的 对那他们要开会了嘛 那他又是唯一包含所有欧洲国家 所以他自然就是有发签证给俄罗斯人 那俄罗斯人发签证你就算了 偏偏这个俄罗斯人呢 他是遭到严重批评的这个俄罗斯的立法者 是有遭到西方国家制裁的 所以其他国家就跳脚了 这个被其他国家 我觉得应该会认为说奥地利 你实在是政治不太正确哦 竟然发给一个被制裁的人签证 而且觉得他两面手法 嗯那但是奥地利这边呢 他也是有他的说法 他讲说 纵使这个莫斯科的这个行为 非常的这个不人道 然后一直发动攻击 但是呢还是要保持畅通的交流管道 这个想法跟那个法国总统马克宏有点像 一开始对马克宏一开始也是抱持着说 我们要跟俄罗斯多沟通 看看他们能不能够这个回心转意 不要对乌克兰发动攻击 对另外奥地利也说他自己是中立国啦 我比较蛮讶异的 因为我以为中立国只有瑞士而已 对我孤陋寡闻了啦 但是他们是说因为他只 因为奥地利他是在好像1995年的时候 他加入了欧盟 但是他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加入北约 对所以说这个奥地利的前国防部长 他就是有讲说 其实啊你在加入欧盟的时候 就失去中立了 对你就已经是比较偏西方国家这边了 然后他还呼吁这个奥地利的政府 现在说你干脆也赶快加入北约啦 不要再一直假装你是中立了 不要再这个两面倒了这样子 没错 那我们呢就要先来看一下 这个乌尔最新的报道 上不断冒出炮弹火光 拉近一看发现有俄军正在四处逃窜 俄军机械化部队在布列达尔伤亡惨重 英国情资认为这是俄军开展来最惨的一次战役 不过帮俄军打仗的瓦格纳佣兵团高调宣布 他们已拿下巴赫姆特北边的卡拉斯纳霍拉村 包括卡拉斯纳霍拉村 巴赫姆特北边的公路几乎被瓦格纳拿下 南边也岌岌可危 CNN报道瓦格纳就是利用人海战术 让囚犯不要命的当炮灰 先耗弱乌军战力 再派精锐部队接手攻击 现在也传出俄军在科尔米纳防线 找到破口进攻 战况出现进展 俄罗斯双管齐下 又说他们准备好在无条件状况下重启谈判 不过另外一方面 俄罗斯又在摩尔多瓦上空射飞弹 甚至筹划在摩尔多瓦发动政变 让新政权能加入他们的联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欧洲另外一个焦点就是土耳其的强症了 那德国现在其实是对这个土耳其跟叙利亚蛮好的 因为他立刻就宣布说 如果你有亲友是在德国的话 他愿意发给你三个月的短期签证 因为毕竟我们从这个外电的画面可以看到 其实当地是蛮冷的 然后又下雪 然后又有很多的余震 你待在那边其实我觉得安全上 蛮辛苦的 对对对对对 而且也不安全 因为好不容易在这个大地震幸存了 现在还要来思考说 在帐篷里不够保暖啊 会不会挨饿受冻等等的状况 所以如果有能力都还不如去德国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德国他对于难民 不管是说这一次地震 对他对难民一直是抱持着蛮开放的态度 对像比如说之前的叙利亚内战等等 他也是说那时候的总理梅克尔 他也是说这个难民可以来这边申请庇护啊等等 但当然也衍生出了一些比如说其他的社会问题 比如说治安啊之类的 确实啦就是因为刚刚正义有提到说 当年这个叙利亚内战的时候 他们有让很多难民过去嘛 所以德国目前的叙利亚人哦 有高达近百万 然后土耳其人呢 他们有290万土耳其亿 其中有半数也都是有土耳其国际的 所以应该还是可以帮助到一些啦 毕竟两国家才都有200万了 对但是他有个条件啦 就是你一定要有护照 对所以很多人就说啊地震的时候 家当可能都在瓦力堆里面 护照要找到也不容易啦 他可能还要再去重办啊什么的 那也不知道说当地的这个重办护照 会不会因为地震的关系也受到影响 不过至少是一个多一种这个帮助的方式啦 也是我觉得德国这方面 对于其他国家的这个庇护啊照护这方面 算是跟其他的欧洲国家比算是蛮好的了 对那土耳其当地的状况呢 我们就要透过我们的新闻合作伙伴ABC 来看一下他们观察到土耳其当地的状况 ABC新闻团队来到土耳其强政重灾区之一 安塔基亚 这座城市靠近叙利亚边境 过去是充满活力的边境小镇 如今就像灾难电影场景 成千上万的民众被埋在家园底下 卫星照片比对安塔基亚在强政前后的落差 当地公寓和房屋几乎疑为平地 破坏规模令人震惊 救援队在余政中持续搜救 现场由志工主动支援 帮助救援队清除瓦礼 有时现场必须保持安静 救援队才能仔细听 底下有没有人呼救 Genghis and Ainur have just been told it's their family who are being rescued Genghis said they had lost hope but he thanks God that they're still alive 明知道救援不易 许多人还是不放弃希望 能救出一个是一个 First came 50-year-old Mehmet These moment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rare and increasingly remarkable TVBS新闻合作伙伴 美國ABC新聞 派出至少三名 記者前往土耳其和敘利亞 深入災區觀察 災難範圍 實在大到難以想像 ABC新聞團隊建政搜救隊的辛苦 不只是體力上的 還有心理上的衝擊 ABC新聞記者在半夜抵達現場 看到這一家人升起火堆取暖 緊盯一旁的救援進度 希望能在第一時間聽到好消息 日夜深屬在災難現場 深還民眾和記者都感受到巨大心理壓力 You can see that they have just asked for silence here Everything has come to a halt With the hope that there'll be some sort of discovery of somebody still alive in the rubble TVBS新闻 綜合報導 同樣是很令人遺憾的消息 是發生在英國有一名16歲的少女呢 她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被刺死在公園裡 聽起來很誇張 對 而且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就覺得說 想說英國的治安到底是發生什麼問題 因為我看到這種類似的攻擊 對 通常不會在英國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近期好像看到的次數變多了 那這起事件警方有去調查了 警方他是說 他認為這個自殺案件的動機 不是因為仇恨驅使的 聽起來 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個對不對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名少女 她其實是一名跨性別的女性 她的友人就說 她常年在學校裡面都因為性別認同的問題遭到霸凌 聽這個警方一說就感覺特別的拐 那現在是警方目前是有一間拘留了一男一女 對 就是自殺她的人 對 但是就是這個詳細的這個犯案動機 真的是還要在調查 然後她的家人也都到這個公園去悼念 因為這個公園好像在當地算是一個 蠻多人會去那邊遛狗的 不是說那種人煙罕見的地方 所以等於可能很多人說不定也有目擊 其實可能她都嚇到了 對 那這個人除了她是一個跨性別的女性之外 她還是抖音的網紅 她在抖音上有3.1萬的粉絲 算是在網路上也是蠻受歡迎的 所以我覺得很多的她的網路 算粉絲吧 也可能會對這件事情感到蠻遺憾難過的 對 那她在遇害前5天 是有在影片上面說她自己被學校開除了 然後她在遇害的當天 其實在這個抖音上 還有她在這個公園拍的影片 這個警方應該可以從這些當中 再拼出一些線索來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今天比較輕鬆的話題 是這個法國 法國的歌劇院叫做加尼葉歌劇院 很多人應該知道說 她是一個很漂亮 也許有些人去法國有去參觀過 加尼葉歌劇院有一個創局 是跟Airbnb合作 她有一個包廂叫做Box of Honor 她是榮耀貴賓包廂 多榮耀呢 她就是在這個歌劇院的正中間 然後就在包廂的最下面一層 視野是最好的 然後她說這個包廂是面積最大 通常是為貴賓來預留的 那這個包廂它要變成 一個可以住在裡面的 就像類似這樣有一張床 但不是畫面上這個啦 它是真的 畫面上這個是從包廂看出去 我看到照片是從舞台看過來這樣 所以對你看我們這個窗景 就是那個包廂的樣子 哇塞 所以說我就是那個晚上住在歌劇院裡面就對了 對 然後那個加尼葉歌劇院呢 除了她在舞台上有表演 我有去過一次 我再去看芭蕾舞 那很特別的是這個歌劇院呢 還有導覽 因為她就是那個歌劇魅影 她發想的地方 那大家知道歌劇魅影不是有那個划船嗎 對 然後機關 對 她就說是在這歌劇院的底下有個湖 加尼葉歌劇院下面真的有一個湖 不過是一個很小的 是類似噴水池 所以她在這個歌劇裡面是被無限的放大 成為一個很大的湖了 類似這樣 所以她就說你住在這邊 你也可以去參觀歌劇院 哇塞 這感覺是個套裝行程 還可以在歌劇院裡面用餐 那假如說你有這個機會的話 你會想要在裡面待一晚嗎 會因為不貴 我上網去查了 居然呢 1196台幣 不到2000塊就可以住一晚 沒錯 你上Airbnb查 就是大概37歐的價格 然後呢 有點競爭 因為它是3月2號 台灣時間凌晨1點 這時候開放預定 然後是7月16號入住 所以我在想 恐怕這只有一間 因為也不可能其他再改成這種 就是可以睡在裡面的東西 對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能就是那天要聘一下手速了 跟全球來競爭 接下來這次的報導呢 同樣是很少的人可以去啦 不過聘的不是手速 聘的是錢 是南極的頂級旅遊 純淨的藍與白交織出 全球最獨特又壯闊的景象 這是一種驚喜的 當我們來到澳大陸 每個人都會進入 這麼一個不同的方式 因為它是一個很純粹的地方 它真是最後的地球 最後的不觸碰的地球 澳洲的頂級旅遊集團 打造1.7萬噸的超級豪華遊艇 鎖定金字塔頂端的課程 前進地球最南端的純淨世界 Synica Eclipse is built with state-of-the-art technology including custom-built stabilizers 超級豪華遊艇 還有超級豪華遊艇 使用安全和舒適的潛艇 通過澳大陸的水 其中一個重要的東西 是靈體 GPS的位置 使用船的潛艇 使用船的潛艇 防止潛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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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潛艇 還有直升級的駕駛 都對南極撩弱執掌 我們的潛艇隊 一是從世界各地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學校 背景和經驗 他們有教授 他們是自然學士 我們有學生學士 學士在海洋科技 荷蘭科技 歷史 河島科技 和自然學士 有很多人在那裡 知道和在澳大陸的潛艇 在專家眼裡 不只是沒有受到污染的 極地景觀 讓人心持神旺 各種野生動物 才是南極最迷人的地方 我們在澳大陸的最特別的地方 是世界上最大的 生物的救助 所以生物沒有害怕 所以每次我們到來 每年 每次旅程 生物都還在我們 也在我們 跟我們在他們 那是我們 真的特別的 就是我們與生物的交流 我們與生物的交流 除了南極的原始風貌 在遊艇上 還能體驗最奢華的享受 號稱六星級的遊艇 一共10間餐廳 6間酒吧 還有頂級旅館的客製化服務 不過享受最特殊的南極體驗 卻還得再多等一等 旅遊業者就發現疫情結崩 頂級旅遊的需求量大增 這樣平均單價達到85萬台幣 今年耶誕節前後出發的 南極豪華探險 預定已經超過七成 遊客開始嘗試奢華的極地旅程 除了凸顯旅遊市場 更加兩極化的趨勢 也能看到消費者的取向 開始逐漸轉變 據別新聞 總共報導 要出去玩 總是要有價吧 今天就要告訴你的是 週休三日 現在是在西方國家大力推行當中 哪些國家這麼好啊 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週休三日 聽起來對我們來說很遠 因為我們2001年的時候 才開始週休二日 想當初我們還在學校的時候 還要上禮拜六半天吧 對啊 所以對台灣人來說 週休三日根本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但其實美國在1908年的時候 就有業者推週休二日了 所以西方國家週休二日的歷史比較久 所以週休三日對他們來說 可能沒有這麼的困難 因為那個宗教的關係嘛 對 因為美國那個時候是因為 禮拜六跟禮拜天不同宗教去上教會 所以老闆就覺得說太麻煩了 乾脆我兩天都放假就好了 真的是佛心老闆 對 那今天要先講的呢 是這個歐洲啊 現在有在做實驗 他說呢 他們有2500個人參加 你以為2500個人很少嗎 這個國家是冰島啦 所以呢 他說2500個人已經是冰島 所有勞參人口 1%了 已經算蠻大 已經算是蠻多了 那他說這個實驗呢 在2015到2019年這段時間做的 然後呢 工時是從40小時縮短到36小時 結果呢 好處還不少喔 包括壓力疲憊減緩啊 生活工作取得平衡啊 生產力沒有下降 我想老闆最關注的就是這個了 對 業績不可以少 你工時少 但是業績如果下跌的話 你就在世啦 對那因為冰島的成功 所以有很多的國家呢 也接著推動了啦 包括像是這個比利時 比利時呢 他們推動的是總工時不變 就是40小時不能減少 對 但40小時呢 就是從5天分散到4天 變成說你每天工作的時間 要長一點 所以看你是想要 比如說我這個工作 某幾天累一點 還是說你想要平均分 黑到你選 對 還不錯啦 那他們也是希望說 能夠提高勞參率啦 就是想說 如果你一個禮拜7天 只有4天要上班 是不是比較願意 出來工作 因為比利時的勞參率 相較歐洲國家來說 是比較低的 OK 那下一個這個是西班牙 西班牙呢 我覺得 他們是這個推補助 就是說 他們提供大概台幣 3.2億左右 1000萬的歐元 對 然後他是要給這個企業 來進行實驗 但是他有一個條件 就是說那企業 要開發出一個增加生產力的方法 我覺得 感覺也是員工受害 對 我覺得要拿到這個歐元1000萬 也是蠻有難度的 同樣1000萬 英國給的是英鎊 他也是資助 他是從蘇格蘭開始的 然後他從蘇格蘭開始 這個週休三日的實驗 但是他好像也是說 是減少20%的公時之類的 這樣去做 所以也是希望說 在減少公時的時候 生產力不可以減少 對 那還有一個呢 是這個德國啦 德國呢 他們其實是有這個超過7成 是贊成週休三日 但我相信這裡面應該蠻多的是 一般的勞工 雇主可能沒有在這個裡面 那他們其實德國的話 他們的平均的每週的公時 大概是34.2小時 對 他說是歐洲公時最短的國家 我是蠻訝異的 因為大家對於德國人印象 就是很勤奮啊 然後這個高科技啊 然後什麼汽車啊 工業 都是在德國 沒想到他們居然是 全歐洲公時最短的國家 我覺得可能是 他們的效率很好 這是跟其他歐洲國家 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另外呢 就要來看說 為什麼公時減短了 員工的效率 其實也還是不錯 這個居然叫做莫桑 獲桑效應 他說因為生產力提升了 關鍵的因素是心理 不是環境啦 換言之就是說 員工知道說 一個禮拜只要工作4天 心理都開心起來了之類的 對 因為這個 剛剛這個允熙講的 這個獲桑效應 它其實是來自於 一個心理實驗 那那時候是美國 那時候他在講說 他就要找工廠裡面 兩批人 然後還實驗說 欸工廠的這個燈 燈光系統 會不會影響到工作的效率 結果發現呢 這個實驗組跟對照組 坐下來 都提升了 他想說 那這個燈好像跟這無關啊 後來發現其實是 這個員工被告知說 欸你要來參加這個實驗 你這個好像心理有可能有一點影響 比如說你受到了尊重 對 或是受到了肯定等等之類的 那讓你的工作效率提升了 所以其實跟這個週休有沒有關 好像也沒有太大的管理 對 所以說很多有些這個反駁說 其實不需要做週休三日的人 是認為說這個可能是 獲桑效應產生的啦 對 那在英國他們其實呢 在今年 在2022年的6月的時候呢 有做一個週休三日的實驗 那個時候是有60家企業 有3000多人參加 另外呢 還有在這個 包括了美國啊 愛爾蘭啊 還有總共33家企業呢 同樣是在2022年的2月到4月的時候 有做了一個類似的實驗啦 那那個時候呢 他們的評分標準就不是這個獲桑效應 他有一個叫里克特量表的 那裡面提到說呢 企業受影響的程度 還有生產力的影響 跟營運績效的影響 分數都蠻高的 代表說他們認為是很正面的反應 對 所以說普遍來講的話 西方國家這樣測試下來是OK的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亞洲國家的想法 沒錯 大家都知道說 日本其實是亞洲國家 走比較前面的嘛 拼命三郎 對那他們的想法也比較前面啦 所以呢 他們也希望說能夠來做週休三日 贊成的呢 就認為說啊 這是提供更多元彈性的選擇 他說可以兼顧工作跟家庭 原因呢 就是他提到說 像是如果家裡有老有小啊 需要照顧啊 或者是呢 他希望就是念書精進自己啊 週休三日就很適合這些人啦 那反對的人呢 他們也是有說法 但是他們反對的哦 是講說其實日本的 你的工作的習慣就是 常工事 奴性不能改啊 對這個 不是大家看日據就知道有一個名詞叫社畜 對 社畜就是從日本這邊傳出來這個詞嘛 所以大家就感覺是比較符合老闆的需求 老闆還沒走你可能不太敢走 可能是日本傳統一點的企業是這樣子的情況 而且他們甚至覺得說這會不會是一個公司的陰謀呢 對 他說這不會是削減人事的藉口吧 感覺就是射出會想到的事情 就是很怕老闆說哦好啊 那你要來參加是不是 那薪水就砍半囉 對 或者砍四成囉 那民調呢是這樣看的哦 他說啊 這個是2019年做的民調哦 他說有45.5%的人是贊成的 還算贊成的呢 有34.5% 這兩個加起來就是大概是八成了 所以他們就認為說 日本贊成的人應該是蠻多的啦 但是呢 有這個日本的學者他講說 理念上是很棒的構思 但是考量上 就是還現實上面要來實際運作 但是還有一些困難 他想到的同樣是這個奴姓的問題 哈哈哈 對 其實因為像中國大陸 他其實也是 他中國大陸他之前啦 這個他們的官方 這個旅遊部啊什麼的 也有推說 欸要不要週休三日 但推一推就發現說 後來官方就趕快改口了 就說欸這個現實條件下面不太可惜 可能員工也不太敢啦 對 我覺得敢不敢 這也是一個問題 對 那另外呢 就是要講說 同樣跟就業有關哦 不過這是高薪請不到人啦 是C羅 他高薪請不到人 是 他說他要請一個廚師 一個月17萬欸 現在改去念廚藝還來得及嗎 現在改去報餐飲科 恐怕不會過啊 他還沒找到人嗎 要練一練一練一練 他說他現在大家都知道他非常的有錢 本來就很有錢了 但他去阿拉伯效力以後更有錢了 每分鐘賺1.2萬台幣什麼概念 這個我們知道阿拉伯這個中東的石油很多 給挖他過來 這個給錢當然不能手軟 所以說他才可以在他的家鄉蓋一個豪宅 在這個葡萄牙的里斯本 欸豪宅822坪 我覺得當他們家的不是廚師啊 管家還有打掃的也很辛苦 我媽不是一個人 應該是一組人在做 那90坪的主臥是165坪的花園 甚至有泳池電影院 欸如果我在這邊當廚師 感覺好像還不錯 對好像也不錯 而且反正他又不在 對他平常都在阿伯踢球啊 在歐洲踢球啊 很少回來 但是剛剛雨昕講到說 他為什麼開了這個快要17萬台幣的薪資 還找不到廚師 因為他居然要會煮葡萄牙料理 還要會日本料理 這也太跳痛了 真的 因為他這個日本料理 好像是他的女朋友 對 然後跟他自己好像也蠻愛吃 握壽司有關 但他那個C羅的媽媽 喜歡葡萄牙菜 這個高難度 所以說他找到了管家 但是還沒有找到廚師 但這個豪宅其實還沒有完工啦 他預計是6月的時候才會完工 這個豪宅 赤資6.6億台幣 聽起來6.6億沒有很多 就是以豪宅的市場來說 但聽說他已經是這個 葡萄牙最貴的房子了 外界認為 好 所以就看看還有沒有這個 離6月還有4個月 這個精通 對 精通這兩項菜窯的廚師 可以來這邊應徵一下 那再來看的呢 也是名人啊 這個呢 大家還記得嗎 他是閃電波特 他已經退役了啦 不過呢 閃電波特 他是目前 還是100公尺 200公尺短跑 還有400公尺接力的記錄保持人 那他在這個球場 這個不是球場 賽道上面很厲害 自然這個代言也是滿滿嘛 所以他的身家 名人身價往預估 他的身家是9000萬美元 合台幣大概是27億左右 哇 但是呢 他最近 他損失了一些 對 最近他說他的這個銀行 存在一個投資公司的帳戶裡面 但是有這個3億多快要4億台幣 結果呢 他有一天發現他的帳戶 只剩下36萬台幣 那就趕快要來跟亞買家的警方 來提出這個告訴嘛 他發現說 有可能是這個投資公司的前員工 涉嫌詐欺 把他這個退休啊 要給家裡的這個養老金 還有他自己的養老金 都給騙去了 那亞買家的警方 他是說正在進行調查 而且其實受害的不是只有 我們這個奧運金牌波特 還有其他人 對 然後很多他的粉絲 其實也希望趕快破案 因為覺得這件事情 讓整個國家蒙秀 你看連我們國家 這麼國家英雄 這麼有名的人 對 你就想像比如說 呃說戴資隱 小戴 然後什麼的錢存在銀行 然後被被什麼詐騙集團騙走 然後警方如果還破不了案 的那種 確實是 對 沒錯 然後萬一這些裡面 只是一個莫莫無名的富豪 可能新聞版面不會這麼大 不會連台灣都在討論 沒錯 對 那最後一個呢 欸這個是我們的 這個常討論的名人啦 是哈梅夫妻 哇他們又怎麼了 原來哈梅夫妻 就是哈利亞 他的這個回憶錄 對不對 算是回憶錄嗎 還是他個人的這個 爆料錄 對 他上市之後呢 他的人氣居然大幅的下滑 而且是在美國 對不對 他後來就是說 我要離開王室以後 他跟梅根搬到美國 其實原本美國人還蠻歡迎他的 對 就是覺得說OK啊 我們很歡迎你來 而且梅根又是美國人嘛 對 而且這個夏華是有數據佐證的 因為他說 他們在12月5號的時候做的民調呢 哈利的支持度是38% 梅根的支持度是23% 但是在這個書出版6天之後啊 他們訪問了一樣數字的2000名的美國人 結果獲得的答案呢 相反 他說啊 哈利的反感度是38%啦 剛剛說支持度38嘛 所以他說反感度是38 扣掉好感度以後 欸 他的支持率是負的7%欸 哇 這個感覺不妙 雖然我這個賺到了板稅 但是呢 在美國人氣是直線下滑中 對 那梅根的反感度是39% 然後扣掉好感度以後呢 欸 也是負的 這一對夫妻感覺起來 在你看英國應該已經無法容身了 然後在美國好像又得不到 鐵板的感覺 對啊 有點可憐了 那同樣是跟這個英國王室一樣的話題 是這個十字架 這個十字架呢 是戴妃生前有戴過的 不過這十字架並不是戴妃的啦 是他的朋友的 哦 他的朋友算是贈給他的嗎 借給他的 借給他的 對 那所以這個東西還是持有在朋友身上 但他朋友把他拿出來賣了 結果呢 被金卡代山買走了 他一向對於這個名人擁有的 這個飾品或是服裝 很有興趣 對 因為他這個之前好像有在一些宴會的場合 然後他穿那個馬力聯盟路的 對引發了軒染大波 因為有人說他把衣服穿壞了 但現在他又入手了這個戴安娜王妃的 這個紫水晶的十字架項鍊 對 算是說 王室的這個東西 也許會在美國繼續發酵啦 因為畢竟他現在 金卡代山算是美國名媛嘛 對 但其實美國人有一部分也是蠻喜歡英國的 所以也是蠻可以理解的 對 以上就是本週的二週觀察 我張雨昕 我是黃珍怡 謝謝大家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